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Husni 现在FCO期间 相信大家都是在workforhold的阶段 然后 颈痛啊 肩膀痛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时候头痛 这些情况都出现 然后现在就让我来 为大家解释 为什么会有少现象出现 比如这张照片 在家里 坐在电脑前工作 再造就这一种措施 这张比照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是正常的颈椎 左边是forward head and neck 就是我们所说的乌龟颈 当我们坐在电脑面前 我们的头自然而然的会伸出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整个颈椎是广斜途 上半部的颈椎过度往后弯 下半部的颈椎过度往前弯 除此之外 再加上脱背 就增加了筋甲骨的前斜度 而且我们的锁骨也被拉了上去 再来看这张照片 脊椎骨之间被压缩 间距变小了 因为长时间的工作环境下 我们的头会往前伸 所以我们颈部前方的肌肉 就会变粒去 OK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肌肉 它叫做 lower trapeges muscle 然后它是从我们这个 shoulder blade前方 然后延伸到我们这个 lower thoracic part 然后它这个肌肉的功能 是要把这个 shoulder blade 整个是往这一个方向移动的 就是我们长时间如果 脱背的状况 这个 shoulder blade 它会往上往前倾斜 然后这道肌肉 它就会被拉伸 然后变弱去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拖背 越来越 rounded shoulder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这个后面的一个肌肉 从这个 scapula 到我们这个 middle thoracic part 的这一条肌肉 它会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拖背 然后被拉伸 然后变弱去 就如刚才的 round shoulder 然后加上我们的坐姿 我们的这个颈椎 还有这个头颌是往前倾 然后我们这个 muscle 叫做 upper trapeges 它是从我们头颌 颈椎 然后到我们的肩膀 这一根肌肉 它会因为被拉伸 然后会变酸 变紧变硬去 除了之外 还有另外一条 muscle 叫做 laminar scapula 它也是从我们的这个颈椎 连伸到我们这个 scapula 它也是因为跟那个 upper trapeges 一样的道理被拉伸的关系 所以一样也会变酸变硬变紧去 就好比刚才我所说的 lower trapeges 它是从这个肩膀 然后延伸到 lower progressive part 然后这一根肌肉 它功能是因为要把这个 scapula 推拉去这个方向 如果这一道 muscle 因为长期的拖背 被拉伸 然后变力去了 就整个这个 shoulder leg 它会往前 forward 然后 upward的定定方式 所以这个 shoulder joint 它整个被带来熟练了之后 然后长眼里 接着下我们的拖背姿势 然后这一个前面的倒 muscle 它就会变adaptive shortening OK 我们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想要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留守我们接下来的影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可以帮我们按个like 或者是分享 让大家知道 谢谢 大家都会好像 有耳朵朵 哎呀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这里讲 用这个骨头 看到骨头的家 这个 shoulder leg 它连接到我们的Torrus 然后 然后 对啊 变成 它会 叫做 Petularis Major 它会因为这个 shoulder leg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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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姿势 怎么会 Yay it's so long 对啊 nai